我們今天將開箱這兩雙最貴版本 都是7000多塊定價的泰銷跑鞋 到底它的假鞋 也就是三戰版的這些跑鞋 我們就來一一跟大家解析一下 爛死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的場景非常不一樣 今天又回到我們的特別企劃 這個特別企劃也非常久沒有拍了 也就是真假貨開箱 但以往我們一直沒有給這個企劃一個正式的名稱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幫這個企劃名稱正式證明一下 它的名字就叫做 你的良心在哪裡 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 這什麼 那個老天爺都聽不下去了 不要再唱了 不要再唱 一直打雷 等一下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以往已經開箱過了太陽眼鏡 還有車衣 今天這一集我們就來開箱的是 跑鞋 跑鞋呢 今天的目標就是開箱 ADIOS PRO 3 還有另外一雙 也就是我前陣子為大家開箱過的這款 Nike Vaporfly NEXPAR第三代 我們今天將開箱這兩雙最貴版本 都是7000多塊定價的太陽眼跑鞋 到底它的假鞋 也就是山寨版的這些跑鞋 價差大概6000多塊 它實際的感受度 外觀還有長相甚至重量 我們就來一一跟大家解析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鞋盒外觀 鞋盒看起來應該都是長一樣的 但是這個是正版的 鞋盒明顯就比較硬挺 而且比較厚 這個是仿的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鞋盒 就是你知道經歷過一番波折 可能從中國內陸然後寄過來 寄得很遠盒子都扁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標貼的部分 它還特別就是因為知道我們是華語人士 它特別用中文寫的 但基本上原本的標應該是寫英文 而且內容上會比較豐富一點 好 我們就來打開看一下 裡面吧 白痴喔 我是買愛迪達鞋 你送我Nike 襪子幹嘛 到底有什麼問題 裡面送我一雙Nike 襪子 看起來挺有模樣的 就是一個Nike 勾勾 但所有的字都是簡體字 而且它上面還有寫 精巨棉 輕薄型 柔順 甘爽 合格陣 襪子一雙 我應該不用去動過了 欸 厲害的欸 它這個還有那個Lotte 那個 這個是Outlet 買的那個 免稅券吧 而且這個單子 我剛看的時候覺得很荒謬 它有一個BUG的地方 我們這個它是寫說就是 台幣是買了 定價7200嘛 然後我買了 1600多塊 然後它上面這邊喔 各個貨幣 給的價錢 都跟我買的價格不一樣 所以這個應該是跟人家直接買好的吧 它就是一張假的收據 這雙鞋 65塊美金 1800元 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鞋子本體 哇 這盒子先丟一邊 爛紙盒 鞋子本身 看起來 有模有樣 外觀上基本上跟 正版的長得 好像 幾乎都沒有太大不一樣耶 它鞋底還一樣是有這個 馬牌輪胎的大底 而且該有的地方都有 只是摸起來的這個指滑程度 跟真的差很多 真的這個馬牌的大底 雖然是光頭胎 我們之前開箱有跟大家介紹過 它摸起來也是很指滑的 但這個 有做到那個 柯文啊 但其實是不太一樣 你看一下那上面是馬還是鋁的 好啦 它這個是仿的一模一樣 是真的 是真的 假講一隻喔 可是你仔細看 就是它的這個鞋子 這個是11代 這個是仿的 它整個很筆直耶 你看正版的 它是不是有一點點 往左邊斜進去 就是它有一個落腳的角度 是往這邊彎過去 攻殺啦 攻殺啦 長得不太一樣 看一下正面 這樣應該比較明顯 就是它是比較直的 它是有點歪的 但這個歪的 其實是Pro3的設計 的一個亮點 就是它可以在落腳的時候 因為這個挖槽的關係 讓你有一個滾動的慣性 可是這個完全沒有 它這個挖槽應該是挖好看的 然後看到後面的地方 它一樣有模仿就是正版的鞋 基本上外觀看起來 完全接近是一模一樣 可是我剛剛有稍微摸了一下 它這個Lightstrap Port的這個中底 按起來 原廠還是真的比較Q彈一點 而且按下去會覺得回彈性很好 但這個仿的呢 按下去 超扎實超硬的 按不太下去 正常來講正版的 我是很大力凹喔 甚至這樣按 要很大力才可以凹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綁的 一樣都是搭載了碳纖維爪 這碳纖維可以凹成這樣 不太可能吧 我剛剛一樣的力氣 你看輕鬆就凹成這樣 然後往下按 真的不行 而且按一按 仔細看這邊 我們剛剛有聽到那個聲音 它這個 我們剛剛在外面測試的時候 已經有玻璃了 待會我們最後的時候 會跟大家實測一下一些 它的回彈效果 然後它的往上推凳的這個彈跳 回彈性 還有最重要的是它的腳感 大家 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 但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布面的部分 基本上跟原廠的做得滿仿的 外觀看起來是接近一模一樣 但重量上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這雙鞋手感上 應該至少是250到300克 就是很重的腳感 跟原廠的完全是體感上不一樣 好啦就是一個 應該是AA貨啦 不過看起來外觀 基本上看不太出來是假的 可是如果你實際看它的做工 很不一樣 重點是它的鞋底 它鞋底這邊鞋墊給我寫 TAKUMI SEN 這雙鞋我買的是 Pro3耶 你給我TAKUMI SEN的鞋墊是怎樣 那個爛魚沖素 沒有也不是這樣用的 太誇張了 這兩隻腳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左腳穿的是正版的 ADIOS PRO3 右腳是仿冒的 就是山寨品 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就是我的左腳 一直有那種 想要把我噴出去的感覺 可是右腳 就軟掉就沒了耶 它只有做一半的耶 沒有那種 想要回彈的感覺 我試著稍微加速一點看看 差太多了啦 完全是不同雙鞋的感覺 不行不行不行 這假的 不能買 直接丟掉 下一雙我們要來開箱的 就是Nike的Vaporfly NEX-PA 第三代 這雙我購買的價格 大概是1200元 所以我剛剛兩雙 ADIOS PRO3 1600元 NEX-PA3是1200元 總計2900元 還不到一雙鞋 原價的一半 就可以買到兩雙碳板鞋 這雙 這是仿冒品 所以你看 這個鞋盒整個 凹得很厲害啊 但是它有蠻多細節 都想要模仿原廠的 像是這邊 原廠正常來講 是打開來就有一層膠 可以讓你黏起來 送給人的 但是 仿的地方 沒有膠 它只是外觀做得很像 最厲害的來了 我明明就在官網寫 就是26.5號 剛剛 ADIOS PRO3 還好 兩雙鞋至少尺寸是一樣 左手邊這雙 你們的右手邊 這個是 正版 在我的 右手邊 你們左手邊這雙 是 倒板 你看一下 這鞋的大小 我明明在原廠的購買上 是買同尺寸 結果它寄來的尺寸竟然差這麼多 很爛 帶大家來看一下細節 第一個看一下中底的部分 原廠正版的中底呢 它是穿著 大家一定知道 Nike的這個NEX PAR 它加的特色就是 會有很多擠壓後的痕跡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都有使用過的痕跡 就是會有一些折痕 那因為它是 很軟的 所以按起來 其實是有一定的彈性的 而且你踩在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很軟Q 全部都是 不管是從前面到後面 那 仿的呢 有沒有看到非常光滑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 潰縮感的痕跡 它完全是 硬邦邦的 按摩在進去 所以它完全沒有這個折痕出現 就連後面白色的部分也是 但是它其實外觀 基本上能仿折仿 就很多細節上面 像是這個針織布面啊 然後這個鞋帶啊 鞋帶這種 也是NEX PAR 3上才有的這種 皺褶半狀的這種鞋帶 它連鞋帶上都有模仿出來 在內側的部分 有寫的字樣 它也都有寫 就兩雙鞋其實都是 基本上 模仿到很到位了啦 但是實際上腳感上是很不一樣 然後在鞋底的部分 也可以看到 上一次跟大家介紹正版的 它在後面有一些 它的鞋子設計的一些科技的素質的特色 都寫在這個足夠的地方 仿的上面其實也有 只是它的大小也差太多了吧 重點是 仔細看一下 在鞋頭的位置 正版的地方 前面其實都是全白的 黑色只有一小塊在下面的地方 可是你看一下 仿的前面直接給我變斑馬 是怎樣 完全鞋頭長得不一樣 正版的NEX PAR 3是很輕的 腳感上只有 一百 一百八十幾顆吧 就是手感上很輕 而且 大力按才可以稍微愧縮 可是你看這雙仿的 腳感 手感上就已經覺得它大概250克很重了 但是它可以凹成這樣 它裡面那個 雖然這邊看起來好像有個黑黑的板子 放碳板的地方 但是這個 這個程度裡面不可能有板子 如果可以折到這樣板子找到斷了 所以這個 回彈性跟快縮程度 推進效果 就滿假的 而且你仔細看 這邊雖然是一個 就是 正常來講是碳板 這個敲起來的聲音完全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正版的聲音 這才是碳纖維板的聲音 但這個假的 就只是做一個黑色的圖在裡面 材質上完全不一樣 但它比較特色的地方是 連鞋墊都有模仿到位 所以這個就比 剛剛的Pro3還在精準一點 那整體的重量感受是差很多的 仔細看這個顏色的做工 仿的也會比 真的在顏色更深一點 因為它可能做不出這種 針織布面 就是Fly尼的這個針織布面 所以它整體來講 就是粗糙許多 不直接講的話 直接穿這樣 好像看不太出來 它是仿的 沒有它像樣貓山 在跟件這邊 正常的NASPAR3這邊 會有一個 就是小小的 厚墊 蹭墊 蹭在你的足弓的 足跟的跟件兩側 然後 包住你的足跟 那其實 模仿的部分 它雖然有做出 好像是一個 小範圍 可是裡面什麼都沒有 完全是扁的 就是只有做出一塊 好像不太一樣的顏色 這邊有點 你看顏色 沒有那麼自然 轉過來看這裡 落漏漆喔 暈到下面去耶 真的很假 我已經換好真假的 Nike Vaporfly 第三代 但是 實際上腳之後 我不太敢跑 你自己看它的腳底 這是正版的跑鞋 正常來講應該是這種Q軟感受 中底材質應該是這樣 中底材質應該是這樣 是可以陷下去的 來看一下假的 頂好像曬耶 完全不會動 而且一整個就是 一塊超硬的 這個板子的那種感覺 完全超硬 這個中底材質 我怕我跑得會受傷 但沒關係 我們還是實測幾個 彈跳性 反推能力 還有這個彎折程度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實測的是它的回彈效果 當然這個是不專業測試 大家僅供參考 不要太認真看待 第一艘要參加的是 Pro3 山寨版本 1號選手 預備 我用一樣的力氣 2號選手 不太下去 好像差不多 3號選手 很快一點 這一艘是 訪的NEXPAR第三代 這個太軟了吧 碳板給我凹成這樣 這位是正版的 Nike的NEXPAR第三代 WOW 大概在這個位置 看得出來吧 正版 倒版 還是有一點點彈性上的差異 這麼軟的鞋子 根本沒有辦法帶給你 很大的回饋感受 還是要有一點點硬度的 碳板才可以 爛鞋 好啦講了那麼多 它的漏洞百出 雖然外觀第一眼 看起來好像 哇長得很像 但價錢 可以少了6000元這麼多 但我個人是完全完全的 不推薦你去買假貨 因為畢竟 這個假貨只是外觀 長得可能很接近 但重點第一個 它完全是仿製真品 第二個呢 它在中底的材質上 完全沒有像原廠的這種 有彈性啊 有保護效果 甚至在緩震支撐上 給你很好的幫助 你穿了這雙假鞋 只是外觀長得像 但它其實完全沒有 原廠的這些功能的一半 那對於你的跑步過程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很難說 我個人是覺得 不要拿你的生命安全危險 來穿著這些假鞋 完全是不推薦 所以最後 我要來跟廠商講一句話 你的良心到底在 太高音了再一次 我是要唱第一點啦 你的良心到底在 哪里 你的良心到底在 哪里